在亞洲有很多國家都有出產肉乾 但說到口味 馬來西亞的就特別受歡迎 當然馬來西亞有很多不同品牌 和不同口味的肉乾 能夠在眾多品牌中脫榮而出 受到我們消費者的喜愛 肯定有他們獨特的口味 今天我來到馬坡的這間肉乾行 來訪問我們這裡的老闆 問一問他們 到底他們的肉乾有甚麼特色 吳老闆你好 你好 你好 首先跟我們聊一下 你們這間肉乾行有了多少年的歷史 42年 位於馬坡的軟真香肉乾行 擁有40多年的專業製作經驗 1969年立業以來 不斷在品質上精益求精 並引進新技術 為顧客提供最優質的產品 其實在市場上有很多不同品牌的肉乾行 你們自己本身最講究 跟你覺得最能吸引我們消費者喜愛的是甚麼原因 馬坡小的地方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很多不同的習慣 所以它不同的習慣 不同的口味 我們把它綜合了 所以創出我們本身獨特的香味 嗅得到 吃得到 因為我們用真誠的心 做出最好的品質 奉獻給我們的顧客 那麼多的口味當中 有哪一種口味是特別受現代人歡迎的呢 其實吃肉乾它說起來是這樣 真正一個懂得品嘗的老套 它吃肉乾是要慢慢學 讓它口味慢慢撐在整個嘴巴 那個是要手推 是要切片 現在人生活比較緊張 要的都是比較偏向玩性的 也就是偏向上等的 而我們上等跟一般上 外面做的都不一樣 我們是用搓的 所謂就是砍的 就是砍的 對 對 砍的 第一 它不會破壞它組織的香味 然後肉質跟鹹甜都保留在它組織裡面 所以當你咬的時候 你感覺那股香味跟它天然的肉質的甜味 都會慢慢流入你的嘴巴 為了迎合顧客的需求 肉乾行以傳統的古方 精心研製推出一系列 肉乾肉絲的產品 而早前就開發了另一種新口味 叫 琉璃香菲 琉璃香菲 對 所謂香菲 我們指麻婆是一個香菲層 然後我開發這個產品 是代表麻婆的特色 加個琉璃當它剛開始還沒烤之前 它的肉是成透明色 然後不是用芽硝酸鹽 我們絕對不用芽硝酸鹽來代替我們的產品 所以我們偏向自然 就不會危害我們的族群 最重要就是健康 對 健康 對 那接下來呢 你們的肉乾行有什麼未來的大忌呢 大忌是說 接下來我們希望能夠 然後搞出口 賣上國際化學 然後搞出口